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教授也提到这个亚洲小北约 就是释放安全对话 未来主要的功能就是 主要作用就是在围堵整个中国大陆的扩展 但是离所谓真正成型 可能还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日本有它的考量 那印度当然有它中印边界的问题 也让印度在整个印太联盟 美国的印太联盟战略里面 占了很重要的角色 不过谢教授也提到了这个王毅 延后日本访问的行程 但是改到东南亚五国家访问 一开始是说跟对外宣认是因为 十九五中全会 因为月底要召开的因素 但是谢田认为应该这不是 中共的这个会议五中全会 并不是重要的因素 主要是可能习近平访日 可能受到日本国内的一些因素的影响 还有中日之间现在的关系 还有美日同盟的关系 还有加上这次四方会谈 四方这个安全对话 在东京举行的多重因素 让这个王毅延后的到日本访问的行程 但是王毅改去这个东南亚这个国家 包括泰国马来西亚 这个柬埔寨老郭跟这个新加坡 也显然认为在整个亚洲 美国在围堵中国 在亚洲的势力的时候 王毅还是要出访东南亚去 固守他拜东亚亚的这个势力跟地盘 加上一方面能够寻求突破 那习近平到底今年内 因为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没办法四月如期访日 加上这个日本也将东京奥运 延后到明年 看来如果王毅延后访问日本的话 习近平今年要去接受日本的访问 要去日本访问 进行国际访问可能没办法实现 前日本首相安倍 在2019年曾经访问北京 那这次习近平本来是预期今年要来 那现在看起来是目前不太可能成型 那到底中日之间的关系发展怎么样 王毅去了东南亚之后 还有五中之后 中共的五中会议之后 到底这个情况会不会有所变化 我们可以继续来观察 第二个我们谈到了这个美国总统川普 王者归来 佩洛西再次逼宫 美国总统川普呢 这个接受美医疗团队的医院治疗 在马里兰州的军事医院 接受了三天三个晚上四天的这个 医师治疗之后已经回到了白宫 也恢复了上班 那现在最新的消息是白宫律师 认为从11月2号开始 11月开始到明天 11月10号 也就是礼拜六美东时间 川普应该可以痊愈可以出去 所以川普现在急着 因为在选举11月3号马上到来之后 川普急着马上进行造势活动 所以川普马上在明天 据了解他要到佛洛西达去造势 那到底他的病情是不是痊愈了 是不是没有代源了 这都是大家所关系的地方 尤其我们也请教了谢田 川普的病情到底什么时候感染的 何时感染在哪里感染 目前都没有 白宫没有一个明确的消息 那就病新冠病毒的病患来讲 你刚确诊之后 痊愈之后 还有可能再次传染给别人 有可能再次再感染 这是已经有前例发生 那川普适不适合马上 参加所谓大型造势活动 这是很多人所关切的地方 另外我们也跟谢田教授谈到了 有关于11月15号第二场总统辩论会 川普跟拜登 是不是能够如期举行 那拜登因为基于安全跟健康的考量 向美国总统选举委员会提出建议 希望能够进行Virtual 也就是视讯的这个辩论 但是川普不接受 那川普提议要么就是延后一个礼拜 从10月15号到10月22号 要么如果他认为这个视讯的辩论 是浪费他的时间 他不参加 那双方现在还在博弈当中 还在这个较劲当中 还在讨论当中 那到底能不能够第二场辩论会 能够如期举行10月15号 或者是延到10月22号 用两个人面对面 还是用继续维持所谓的视讯这个辩论 可能还要可能双方还有讨论的空间 那每一个人的做法都是跟选举有关系 拜登不参加这个亲自辩论 然后川普要亲自辩论 不参加这个视讯会议 所以看来两个人都在为了选举 针锋相对 那选情到最后的245天 还有很多的变数 那佩洛西今天在美东时间 要在众议院讨论有关于宪法 第25条修正案 也就是当总统的职权 一旦因为自己的身体健康 或其他情形没法适世的时候 应该有谈论到继任的问题 那佩洛西因为去年的弹劾川普案 这个搞了这个灰头土脸 那这一次到底民主党 透过这样的一个动作 在讨论有关于宪法第25条修正案 能不能够再次动到川普 能不能伤筋动骨 能够让川普的解除川普的总统职权 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 也交由彭斯 今天美东时间 众议院可能会 民主党会有一些讨论 那再来我们谈到了有关于11月 美国选战惊奇年年 那美国联邦调查局昨天破获了 这个13个打算进行有关于 所谓的一些暴力推翻 美国的一些地方政府 还有绑架这个州长的动作 那联邦调查局目前逮捕13个人 有6个人涉及到联邦的法罪 7个人是这个地方 那6个人涉及到联邦法律室设计 他们已经蓄意准备要这个密谋 要绑架密西根州州长 密西根州长是属于民主党 那所以引来很多人的讨论 很多人的这个惊讶 那谢霆家说提到了 好险这个密谋绑架案还没有发生 而且这个也没有出现杀害情形 尤其在选战11月3号之前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被解读被放大 不过在就民主 美国民主政治来讲 发生这种所谓的这个民兵组织 一些所谓极端分子 这个因为意见不合 已经超乎所谓热情跟热衷之外 要推翻政府 要暴力颠覆 要制造一些恐慌 制造一些破坏动作 已经不是民主政治好的一个示范 所以谢天教授也提到 这是在美国选举上 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 尤其这种要暴力推翻政府 或者是要绑架州政府官员 甚至州长的这种动作 应该是获得的谴责 另外我们也谈到了全球蠢蠢欲动 习近平心里到底不安在哪里 美国皮革中心针对全球14个国家 进行一个中国印象调查 里面有12个是来自于欧美 大国先进国家 亚洲有日本跟韩国 发现各国对中国的印象 在这一两年 负面印象 急速升高 最不喜欢中国人的是日本人 再来在14个国家里面 最低的是意大利人 也有62%的意大利人 不喜欢中国 中国整个负面形象 在国际间 等于是非常的负面 导致全球的围中 包括北约 包括欧盟 包括美国 包括亚洲很多国家 包括南澳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跟这个纽西安 整个对中国的氛围 都是呈现的负面 我们也跟谢天教授提到了 不过谢天教授引述了 这个德国 这个德国之声的一篇评论提到了 习近平不会因为内外权力的 这个交迫环境的恶化 而减少他的权力 而且反而他的权力不降反身 那到底是他的所在不安是在哪里 当然在整个全球 奉为反中文情绪的高涨之下 加上内在 他的红二代 关二代 对很多习近平的诸多作为 也并不是非常赞同 而且在习近平的这个 独为一尊的情况之下 中共人民 中国人民的很多人身安全 甚至财产都很可能一事之间化为乌有 所以习近平到底不安在哪里 源自于可能他对他自己的不自信呢 还是因为外在环境的恶化 还是内在环境的逼迫 都是让习近平到底能不能够顺利走下去 不过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习近平的不安 可能来自于五中 要确立所谓帮习核心 确立到中央委员会里面的这个工作条例 那习近平为什么这样做 谢田也分析到的是为他终身制 在做另外一个更深层的铺路 那他认为习近平已经掌握了党政军义权 为什么还在做这个事情 显然他对外在内在很多的不安 感到的这个没有自信 所以必须用这种利规 党规来更加深自己的这个定义尊的地位 这是我们提到了这个全球蠢蠢欲动 习核心不安 那最后我们谈到了这个美国 是不是扩大这个对中国的制裁面 到金融层面 蚂蚁是不是难上述 那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美国对中国最大的这个电信科技 大龙头这个华为制裁 还有半导体的这个中芯国际 加上对这个北京直接挑动的抖音 海外版 还有微信的这种社交平台 要进行一些禁令围堵 那现在是不是也会对这个阿里巴巴旗下的 这个蚂蚁金服的支付宝 还有微信的这个支付呢 下禁令 那目前美国政府并没有明确的提到这一点 不过很多人提到 在川普总统 将新冠病毒认为是中国的错 中国必须付出巨大代价之后 金融牌也是一个美国可以对中国制裁的一个方向 那谢天也提到了这个川普在这个选后 相信会因为新冠病毒 尤其加上川普已经个人又软病 他有个人的这个痛 轻生之痛啊 他对中国绝对不会散发甘休 而且会让中国付出代价 金融牌有可能 有可能上阵 那当然金融所谓支付宝 微信支付跟支付宝 涉及到美国的这个金融安全的问题 尤其他并目前并没有 并没有受到这个美国金融监管单位的管控 所以这个未来美国是不是会加大对中国制裁 也把支付宝跟这个微信支付 放在这个制裁名单里面 实力平坦里面 我们可以以后继续的观察 这是我们今天10月9号 今天大新闻的五个讨论要点 我们谢谢所有观众的这个观赏 还有在留言板上的留言 谢谢你们 我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